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找到黑天鹅 如何通过发现未知的未知信息取得突破 1981年6月17日11点30分 这是一个气温很高的春日 微风从西边震震催来 37岁的威廉·格里芬住在他父母位于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家中 他的卧室在二楼 他正沿着舒适的楼梯走下楼 楼下是整理的井井有条的起居室 他走到楼梯最下面时 停了下来 然后一言不发的举起了枪 三声枪响后 他的母亲和一名正在挂枪纸的工人不幸丧命 他的继父也受了重伤 枪声在密闭的屋子里回荡 格里芬离开了房子 闯进了信托安全公司的大楼里 这是他家附近的一家银行 他沿途枪击了一名工人和两名路人 闯进银行之后 他立即把九名银行雇员扣为人质 并命令顾客离开 人们吓得四散奔逃 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里 格里芬与警察及FBI探员进行了暴力对抗 他向第一批接到银行报警赶来的两名警察射击 向六名正好经过银行的路人开枪 格里芬疯狂开火 开了有一百多枪 警察为了抢救一名受伤的警员 不得不开来一辆垃圾卡车作为掩护 下午两点三十分 他把九名银行雇员赶到了一间小办公室里 命令经理给警察打电话 在银行外面 罗切斯特市的警官吉姆奥布赖恩接到了电话 FBI探员克林特范赞特这时正在他的身边 他说请你们在十五点的时候到银行门口来 他又在停车场和你们枪战 女经理抽气着说 否则他就要开始杀害人质了 他说会把尸体扔出来 然后电话被挂断了 在此之前 在美国历史上 还没有哪个绑匪敢真的在实现到来时杀害人质 实现只是一个脑中始终存在的概念 坏人真正想要的是金钱尊重和逃跑用的直升机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这是一个永久不变的已知事实 这就是现实 但永久不变的事实却要发生改变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显示了黑天鹅的威力 那些隐藏的预料不到的信息碎片 那些未知的未知情况出现之后 对谈判效果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 谈判要想取得突破 要想让谈判方向变得不可逆转的对你有利 都需要谈判者及时发现并利用黑天鹅 现在我来告诉你怎样做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在可预见的不可预知中找到抓手 下午三点整 格里芬走向了一名人质 一名叫玛格丽特·莫尔的29岁银行雇员 让他走到银行的玻璃门前 吓呆了的莫尔按要求做了 同时哭喊着说自己是一个男孩的单亲妈妈 格里芬似乎没有听到他的哭喊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在意 当哭泣的莫尔被逼到前厅之后 格里芬用他的12号线弹枪向他连开了两枪 两枪都击中了莫尔的上半身 巨大的冲击力让他撞破了玻璃门 碎玻璃几乎把他的身体切成了两半 在银行外面的执法人员惊呆了 一片沉寂 很明显格里芬要的不是金钱 也不是尊重 他也不打算逃跑 可想而知他的结局只能是被装在运势袋里抬出来了 这时格里芬走到了一扇长长的全落地玻璃门前 并用自己的身子顶玻璃门 他完全暴露在了对面教堂上埋伏的狙击手的视野里 格里芬完全明白那里有狙击手 因为当天的早些时候 他还向狙击手开过枪 格里芬的轮廓出现在狙击手视野里不到一秒钟 狙击手就扣动了扳机 格里芬跌倒在地当场毕命 黑天鹅理论告诉我们 我们之前以为不可能的事情 或完全想不到的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 这并不是指那些只有百万分之一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是指之前完全没有想到 但最终发生了的事情 风险分析师 纳西姆·尼古拉斯·卡勒布 在他2001年的畅销书 《随机致富的傻瓜》和2007年的畅销书 《黑天鹅》中提出了黑天鹅的概念 并风靡一时 但这个词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 在17世纪之前 人们只能想象出白天鹅的样子 因为所有的天鹅都带着洁白的羽毛 在17世纪的伦敦 人们经常把不可能的事物称作黑天鹅 但在1967年 荷兰探险家威廉·德·弗拉明哥 在澳大利亚西部发现了一只黑色的天鹅 突然间无法想象的和想象不到的事情 变成了现实 人们总会预计自己见到下一只天鹅一定是白色的 但黑天鹅的发现打破了人们的普遍想法 当然黑天鹅只是一个比喻 请想一想珍珠港事件 互联网的崛起 911事件 以及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以上事件没有一个曾被我们预料到 回头反思 其实都有一些预兆 只是人们并没有注意到 卡勒布用黑天鹅这个词 代表根据已有的经验做出的预测 黑天鹅是一些事件 或只是一堆信息碎片 它们存在于我们常规预料之外 因此无法预知 在谈判中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 在每一个谈判过程中 都有各种各样的信息 有些是我们知道的 比如对手的姓名 他们的出嫁 以及从其他谈判中获取的经验 这些都是已知的事实 还有一些我们明知他们存在 但并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 比如对方可能生病离开 或抛下我们和别人谈判 这些是已知的 未发生事实 就像伯克里的万能牌 你知道这些情况是存在的 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会发生在谁身上 最重要的是 还有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情况 而这些情况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 一旦出现就会改变谈判进程 比如说 我们的对手就想让谈判失败 以便甩掉我们去另找他人 这些未知的未知情况就是黑天鹅 警官范赞特以及FBI的所有人 都根据他们已知的事实 及之前的预测 固执地开展自己的行动 而没有注意到 预测情况外的线索和联系 他们没有看到眼前的黑天鹅 我并不是在指责范赞特 他在事件面前做到了 执法部门应有的高度重视 后来他在匡体科的培训课程上 向我和满满一教室的FBI探员 讲了这个故事 这是一种利用警察来自杀的现象 也是个人故意制造危机 来激发执法部门 对他发动致命攻击 但这次事件也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教训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认识到未能预料的情况有多么重要 这样才能避免人质穆尔被杀这类惨剧重演 在1981年6月的一天 卡恩斯给银行打过好几个电话 每次都被银行雇员快速接起 就立刻挂掉 这时他就应该知道情况已经超出了已知的范围 绑架者按常理总是会说话的 因为他们总是有自己的要求 希望被倾听 尊重 希望收到赎金 但绑架者并没有这样做 然后在僵持期间 有一名警察走进了指挥部 告诉大家几个街区之外 发生了两人被枪杀 一人重伤的事件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吗 范赞特问 这之间有联系吗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其实发现这两起事件之间的联系 如果他们发现了 他们可能会找到第二只黑天鹅 格里芬已经杀害了很多人 而他并没有提出任何金钱上的要求 然后又过了几个小时 绑匪让一名人质 在电话里对警察念了一张纸条 奇怪的是 其中并没有任何要求 只是对格里芬的人声 肆意的谩骂 描述他所犯下的错误 这张纸条的内容太长 也没有重点 前言不搭后语 正因为这个原因 很重要的一句话 另一只黑天鹅被忽略了 当警察夺去我的生命之后 因为黑天鹅并没有被发现 范赞特和他的同事 从头至尾都没有看清真实情况 格里芬想死 他想要警察帮他结束生命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给自己被警察打死 设一个期限 FBI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案子 所以 他们想搜集信息 弄清楚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 根据老师的逻辑 他们想要弄清楚绑匪 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警察们被他惊吓了一阵子之后 期待着格里芬会拿起电话开始对话 他们以为没有人会在期限到来时被杀 他们真的就是这样想的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发现未知的未知情况 1981年6月17日下午三点 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发生的商书事件 给了我们一个教训 当一个案子中的各种碎片信息 不能汇聚成常理石 原因在于我们的思考框架造成了限制 除非我们突破固有的预期 否则永远也不能汇聚信息 得出真相 每一个案子都是全新的 我们必须让已知信息 已知的已知事实来引导我们 但不要因此蒙蔽我们发现未知的东西 我们必须保持灵活性 以来适应各种情况 我们必须保持出处茅庐的思维 我们必须防止高估自己的经验 在面对复杂情况时 也不能低估时时刻刻出现的信息和情感 但这些并不是这场悲剧 给我们带来的唯一教训 如果过度的依赖已知事实 将把谈判者禁锢在假设之中 从而阻碍他全面的观察和倾听现状 如果能接受未知的未知 那么同一个谈判者就有可能看到和听到 让谈判取得突破的重要信息 自从我听说了1981年6月17日的这个案子之后 我就意识到自己应该完全改变已有的谈判方法 我开始假设在每一个谈判中 每一方都至少拥有三只黑天鹅 三条信息需要被对方发现 这些信息将改变所有进程 自此以后 我的经历证明了这是正确的 现在我需要指出的是 这对谈判而言 并不仅仅是一个计较上的微小改变 因此 我用黑天鹅来命名自己的公司 也不是巧合 我还把黑天鹅作为我的谈判术的形象代表 寻找黑天鹅 根据发现的黑天鹅采取行动 要求转换你的思维方式 把谈判从单一维度的对抗游戏 变成一个三维游戏 包含了更多的情感 适应性 直觉 和真正的效果 寻找黑天鹅 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眼盲 在转过墙角之前 我们不知道转过去会看到什么 从严格定义上来说 我们不知道未知是什么 这就是我为何说 寻找和理解黑天鹅 需要逻辑思维的改变 你必须打破已有的前进路径 更多的拥抱直觉 用敏锐的方式去倾听 这对所有人而言都十分重要 包括谈判者 投资者和市场人员 你所未知的东西会杀了你或毁了你的交易 但想找到它却出乎意料的困难 最基本的挑战是 人们不知道用什么问题向顾客 用户和对方提问 除非正确的进行询问 否则大部分人是无法说出你想要的信息的 世界并没有告诉史蒂夫·乔布斯 人们需要一个iPad 他发现了我们的需求 黑天鹅 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信息已经在那里了 面临的问题是 常规的提问和研究技巧 是用来确认一知事实 消除不确定性的 他们并不能挖掘出未知信息 谈判经常会因为有限的预测陷入困顿 你的对手可能会对你说 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 而不会提到这是一片有毒废弃物处理过的土地 对手会说 邻居们会很吵闹吗 好吧 每个人都会制造一点噪声 是吧 而事实却是 有一支重金属乐队每天晚上都会在附近练习 人最好能发现 适应 并看索那些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未知因素 要想发现这些未知因素 我们必须仔细观察我们的世界 必须提出要求 并认真聆听对方的回答 你需要问许多问题 观察语言线索 并经常向对手说出你观察到的情况 以求得证实 这并不是一种你现在才开始学习的技能 只是把它更直觉化了 你必须要探知烟幕弹背后的真相 注意到细微的停顿 意味着对方心存不满 或在说谎 不要去证实你已经有预期的东西 如果你这样做 就会发现事实就是你所预期的 相反 你必须以开放的态度来面对现实 这就是我的公司 为何在准备和参与谈判时改变了方式 无论在沟通前 我们团队已经做了多少准备工作 我们总会问自己 他们为什么要按现在的方式和我们交流 请记住 谈判更像是在一根绷紧的绳子上走路 而不是要打败敌人 过于关注最终结果 只会让你对下一步行动分心 这会让你从绳子上掉下来 你只需要全神关注于下一步 因为当走完所有的步骤 绳子就会引领你抵达最终的目的地 大部分人以为黑天鹅是独有的 或高度保密的信息 而实际上这些信息可能在不经意间就会被发现 显然黑天鹅对任何一方都具有重要意义 你的对手也总有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了解的珍贵信息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三种类型的杠杆 我们现在谈一谈发现黑天鹅的特殊技巧 但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 为什么这些技巧是有效的管用的 答案就是杠杆 黑天鹅是倍增杠杆的力气 它们能给你上手的机会 杠杆是一个奇妙的词 也是一个现在被谈判专家随口提到 却很少亲身使用的词 现在我就来告诉你该怎样使用 从理论上来说 杠杆是一种造成损失 保留收获的能力 你的对手想要获取什么 又怕失去什么 找出这些信息 你就能在对方的想法 行动和决定之上建立杠杆 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的不理性想法 就是我们的真实情况 损失和收获都是一划而过的情感 它与真实存在的 用来对付你的杠杆并没有关系 真正有关的是 他们认为你手里 我有的是可以对付他们的杠杆 这就是为何我说杠杆总是存在的 作为一种基本的情感理念 无论现在是否存在 都可以被制造出来 如果他们和你对话 你就有了杠杆 谁在绑架案中拥有杠杆 绑匪还是受害人家属 大部分人会认为绑匪拥有所有杠杆 当然 绑匪抓走了你心爱的人 但你也有他们垂涎欲滴的东西 哪一种更有力量 更进一步说 绑匪想要出售的商品会有多少买家 如果只有一个买家 生意会成功吗 杠杆需要很多投入 包括时间 必要性和完成度 如果你需要立即卖掉你的房子 和没有期限的出售相比 你的杠杆就会变少了 如果你想要卖掉房子 却不是必须要卖 你就拥有了更多的杠杆 如果许多人在净价购买你的房子 那么你就走大运了 我需要指出的是 杠杆并不等同于力量 地产大亨 唐纳德特朗普拥有巨大的能量 但如果他身处沙漠之中 那么方圆几千米之内 唯一有水卖的小商店 就对他拥有了杠杆 你可以把杠杆理解为 各方之间的液体流动 作为一名谈判者 你应该始终注意 哪一方最担心谈判破裂 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觉得自己会损失更多的一方 是最害怕发生损失的 他们的杠杆也最少 反之亦然 要想得到杠杆 你必须让对方相信 如果交易失败 他们会有实质性的损失 在分类学层面 有三种类型的杠杆 正面的 负面的 和标准的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正面杠杆 正面杠杆相当简单 你作为一个谈判者 能为对方提供 或拥有对方想要的东西的能力 只要对方说出了我想要 比如 我想要买你的车 你就拥有了正面杠杆 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力量 你能让他们的渴望变成真的 你能控制并向他们的痛苦 你能利用他们的渴望 与另一方达成一个更好的协议 以下是一个例子 你把商品投入市场三个月之后 终于有一个潜在的买家找到你说 是的 我想买一些 你很激动 但几天之后 你的高兴变成了失望 因为他给出的报价太低了 简直是对你的侮辱 但他是唯一找上门给你报价的客户 你该怎么办 现在 你希望能有其他买家和合同 甚至是随意一点的都行 这样你就能用这些报价来制造一个竞争的氛围 从而开始一场竞价大战 至少你能逼迫他们进行选择 但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报价 那么有意向的买家是你的第一选择 你在对方说出自己的期望之前 你拥有更大的力量 你能控制他们想要的期望 这就是为何有经验的谈判者 会拖延提出报价的时间 因为他们不想放弃杠杆 正面的杠杆在谈判中提高了你的心理优势 你的处境会从求着买方的情况 变成双方各有所需 当你有了正面杠杆之后 你可以去认定对方还需要其他什么东西 可能他需要多花一点时间买下你的工厂 如果他能提高买价 就请推动他这样做 可能他的报价已经是他所有的钱了 那么帮助他得到他想要的你的主意 告诉他你最少能以他报价的75%卖给他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负面杠杆 大多数人在听到杠杆这个词的时候 想到的都会是负面杠杆 这是谈判者让对方感受痛苦的能力 是基于威胁的 如果你能对谈判对手说 如果你不履行承诺不付钱 我就会毁了你的名誉 这时你就拥有了负面杠杆 这一类型的杠杆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 因为它拥有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种概念 避免损失 高效的谈判者都知道 而且也已经被心理学家证明了 潜在地失去对人类思维的影响 要大于等同的收获 为了得到一个好的交易结果 我们可能会冒险赌一把 但避免名誉受损产生的动力会更大 因此你在负面杠杆上 需要寻找什么样的黑天鹅呢 高效的谈判者 会寻找不经意间透露出的信息碎片 这些信息对对方而言十分重要 他们的听众是谁 对他们而言 什么样的状态和名誉至关重要 要想找到这些信息 一种方法是跳出谈判桌 向熟知对手的第三方打听 另一种有效的方法 则是在与对手沟通交流过程中 自己去悉心收集 我想给你一句警示 我不相信直接威胁能起什么作用 哪怕是寒沙摄影的威胁 使用起来也要非常慎重 威胁就像颗原子弹 它会有有害的残留物 一时难以清除干净 你必须要小心翼翼的 处理潜在的负面后果 否则你自己也会受到损失 毒化 甚至毁掉整个谈判的进程 如果你把负面杠杆 架到了对手的脖子上 对方就会认为 你剥夺了他们的自主权 人们往往宁可早点死去 也不愿被剥夺自主权 因此 他们至少会非理性地进行反击 甚至终止谈判 一个更巧妙的技巧 是标注你的负面杠杆 这样能把它明示出来 又避免了直接攻击你的对手 比如可以说 似乎你非常珍视这个结果 你在上面花了大量时间 或者 似乎你并不关心 你把我置于什么地位 这样就可以真正地 打开谈判的进程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标准杠杆 每个人都有一套设定好的准则 和正常框架 标准杠杆 是利用别人的正常表现和标准 来达到于己有利的效果 如果你能指出他们的理念 和行动中的不一致 你就掌握了标准杠杆 没有人希望自己看上去 是那么虚伪 举个例子 如果你的对手 无意中透露 他们在收购公司时 一般都会先付一笔现金 那么 你就可以在设计报价时 考虑这一点 发现便与你进行 标准评估的黑天鹅 就像向对手提问他们的信念 和开放倾听一样容易 你要看他们使用的是什么语言 然后用同样的语言 和他们对话就可以了 今天 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了解他们的信仰 2003年3月 我主导了一场和一位农民的谈判 它差一点成了911事件之后 你能想象的最危险的恐怖分子 这场大戏是这样开始的 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烟业 种植农民 德怀特 沃森 把自己的吉普车 拖在强路牌拖拉机后面 装饰上各种标语 和倒挂的美国国旗 一路开向华盛顿特区 去抗议它认为让烟农失业的政府政策 沃森抵达首都后 把拖拉机开进了华盛顿纪念碑和越战老兵纪念碑之间的水池里 并威胁说车里装满了有机磷酸化肥炸弹 警察立即封锁了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周围的八个街区 整个首都都被堵死了 因为刚刚经历了环城公路狙击案 伊拉克战争也刚刚开始 沃森的行动让首都的居民陷入了恐慌之中 沃森用手机给华盛顿邮报打电话说 他现在要进行一次孤注一掷的抗争 向世人表明 钱少补贴是怎样把烟农害死的 他告诉华盛顿邮报 上帝指引着他进行抗争 他绝不会屈服 如果美国必须这样走下去 就会跌入地狱 他说 我不会投降 他们可以把我炸出水池 我已经做好去天堂的准备了 FBI把我派到停在国家广场的一辆敞篷旅行车里 我在这里领导FBI探员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警察 与沃森谈判 劝他不要自杀 更不要伤害更多的人 我们到那里后 就立刻着手开展工作 你能想象得到 和一个威胁要摧毁美国首都最漂亮地标的人进行谈判 将会多么紧张 狙击手已经瞄准了沃森 他们已经得到了绿灯授权 一旦他做出疯狂举动 就可以开枪 在任何谈判中 特别是像这样紧张的谈判中 你话说的多好并不重要 你能多好的倾听决定了处理的成功与否 要想有说服力地进行对话 向对方提供他们认为合理的选择 前提条件是你要理解对方 你能看到可见的谈判 但其他所有的东西都隐藏到了水下 黑天鹅居住的秘密谈判空间 进入这个隐藏空间常用的方法是 理解对方的世界观 理解他们生命的意义 理解他们的宗教 实际上挖掘对手的宗教信仰 自然意味着超越谈判桌的限制 来到了对手的生命和情感层里 有时候和神有关 但并不总是如此 当你理解了对手的世界观 你就能发挥影响 这就是为何我们在和沃森谈话的时候 我们会用全部精力去挖掘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而不是和他理论劝他投降 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了解到沃森觉得自己依靠他1200英亩烟叶地生活 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 而他的家族已经依靠这块土地养活了五代人 他遭遇了一场干旱 烟叶产量配额被削减了一半 沃森认为自己已经无力承担种植的成本了 于是决定开车去华盛顿表达自己的立场 他希望得到关注 我们知道了他的要求 也就获得了正面杠杆 沃森还告诉我们 他是一名越战老兵 他有老兵的原则 这正是你想听到的 这给了你标准杠杆 他告诉我们 他愿意投降 但不是现在 他在1970年 曾是第82空降师的一名宪兵 他知道如果自己身陷敌后 三天之后援军还没有到来的话 他可以体面地撤退 但时间未到不能撤退 现在我们了解了他所遵循的原则 而他关于撤退的说法 暗示显然他声称要去死 但他还是想要活着 你在一场人质谈判中 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对手对于未来的看法 是否包含他自己的生死问题 沃森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利用这条信息 一个负面杠杆 也就是我们可以剥夺他想要的东西 生命 配合使用他想被倾听的正面杠杆 展开了工作 我们向沃森强调 他已经制造了全国性的新闻 如果他要让自己的要求得以实现 他必须要活下来 沃森足够聪明 立即明白如果自己死了 就无法得到这个真正的机会 但他还是有军队的体面原则约束着他 他的渴望和恐惧产生了一些正面和负面的杠杆 但这些对他一辈子遵循的标准而言 是第二位的 似乎我们一直要等到第三天 但我怀疑我们不必等那么久 每过去一个小时 气氛就变得更紧张一些 首都遭到了袭击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可能有爆炸物 如果他走错一步 一个惊弱动作就会导致狙击手开枪把他打死 他已经数次狂怒 因此每过一个小时 都让他陷入更深的危险之中 他随时可以让自己被狙击手打死 但我们完全不能提这件事 我们不能威胁要杀他 也不指望这样做会有用 原因是力量的悖论 顾名思义 我们越用力的去推 就越容易遇到抵抗 这就是为何我们很少使用负面杠杆 时间不多了 我们要抓紧了 但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深入倾听和理解对手的世界观 能找到改变谈判形式的黑天鹅 沃森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他想要知道的东西 通过密切关注 我们发现了一个细微的信息 可以解释他所说的一切 事件发生大约36个小时之后 处理小组的一名FBI探员 温尼米勒找到了我 他负责监听并寻找沃森说话中的细节 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他告诉我 告诉他明天是第三天的黎明 基督徒相信这一天是耶稣离开坟墓 步入天堂的日子 如果耶稣能在第三天的黎明走出来 那沃森为什么不行 这是聪明的利用了深入倾听得到的信息 通过把沃森的言外之意和他的世界观结合到一起 我们可以向沃森表明我们不仅在听他说 而且听懂了 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他的言外之意 就能让他体面的结束对峙 让他觉得自己是像一个尊重自己和自己的信仰的敌人投降 把你的要求放到对方做决定的世界观范围内 你就能显示对他们的尊敬 让你获得关注得到结果 了解对方的宗教信仰 比仅仅获得标准杠杆更重要 因为他完整地获取和了解对方的世界观 在这个案子里就是宗教信仰 并利用这些知识为谈判的进程提供信息支持 利用对方的宗教信仰 从很大程度上都能起到极其有效的作用 因为是从上而下的控制着他们的力量 对方的宗教是指他认为在市场 专业 神和社会领域里与他相关他认为公平的东西 人们常常把宗教与权力相关联 在接下来与沃森的对话中 我们提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第三天黎明了 电话那头立即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我们的谈判中心也异常安静 静得都能听到旁边人的心跳声 沃森咳嗽了一声 我会走出来的 他说 他这样做了 结束了一场48小时的对峙 把他从可能受到的伤害中解救了出来 也让首都恢复了正常秩序 我们在他的车里并没有找到爆炸物 从沃森的故事里 我们可以看到 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多么重要 以下是正确了解宗教的两点提示 一 回顾你听到的所有信息 你不可能一次就听明白所有信息 所以要再次检查 把你的笔记和同事的进行对比 你经常能发现有助于推动谈判的新信息 二 找一个额外的监听员 他的唯一工作是在通话时帮着一起监听 他能听到你漏掉的信息 换句话说 就是倾听 再倾听 多倾听 现在我们知道了全面理解对手的宗教 一只巨大的黑天鹅 能提供标准杠杆 并引导谈判的结果走向 同时 还有其他方法 也可以了解对方的宗教 从而帮助你获得更好的结果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相似性原则 社会学家的研究肯定了优秀谈判者已知多年的一个知识 当我们认为对方和我们相似或熟悉时 我们会更相信他们 人们相信和他们是同类的人 归属感是人的本能 如果你能激发这种本能 哦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一致的 你就瞬间获得影响力 当我们的对手 摆出他们的态度 信条和想法 甚至是穿着方式时 如果这些因素和我们相似 我们就会倾向于更喜欢和相信他们 哪怕像是同一俱乐部的成员 校友这样肤浅的相似点 也能增加和谐气氛 这就是为何在许多文化中 谈判者会花大量时间来建立和谐关系 在此之后 他们才会考虑出价建议 双方都知道自己搜集的信息 能够关键性的影响交易的达成和杠杆的建立 这就像两只狗围成圈 头尾相连的相互追逐 有一次 我和一位在俄亥俄州的CEO 就我们提供咨询服务达成了嫌疑 在整个过程中 相似性原则发挥了主要作用 对方一直在引用我 认为是一种重生基督教的内容 在我们的讨论中 他反复提到是否要把他的顾问请过来 他的顾问让他感到痛苦 他甚至曾经一度说 没有人理解我 这是 我开始绞尽脑汁地 寻找能表达他核心感受的基督教词汇 然后一个词从我脑海里跳了出来 这是人们在教堂里用的一个词 形容人必须本着诚实 可信和负责任的原则 来管理好自己和我们的世界 神的世界 这不就是你的教堂管理职责吗 我说 他的声音立即提高了 是的 你是唯一理解我的人 他说 他马上决定采用我们的服务 通过表现我对他深层次思维的相似感受 显示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我引导他达成了协议 我和他建立起一种共享的基督教理念的瞬间 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不仅因为相似性使然 还因为这种相似性带来了相互理解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希望和梦想的力量 当你得知谈判对手的宗教信仰 并且能看清他在生活之外还真正需要什么时 你就能把这些当作激励 为他铺就一条道路跟随你前进 每个工程师 每位管理者 甚至每个孩子 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拥有非凡的能力 还提时代 我们幻想自己未来能在大场面上独领风骚 成为获得奥斯卡奖的女演员 成为获得比赛冠军的田径运动员 当我们长大一些之后 我们的父母 老师和朋友 更多的会说我们这也不行 那也不应该 很少会说什么是可能的 于是我们开始失去信心 当有人向你展示我们梦想的愿景 并给出一个目标明确的行动方案时 我们就会改变对于可能性的看法 我们都渴望找到一幅通往快乐天堂的地图 当有人足够勇敢地为我们画出这样一幅地图 我们自然会紧紧跟随 因此当你确信已经得知了对方的梦想目标时 请唤醒你自己的力量 表达出你对他们的目标的热情 为他们鼓劲 鼓舞他们奔向目标 克德莱昂西斯就十分擅长此处 作为专业篮球队 华盛顿奇才队 专业曲棍球队 华盛顿首都队的老板 他总会宣扬要在比赛中 创造能够向儿孙讲述的不朽时刻 有谁会不愿意和一个将要创造不朽其迹的人达成协议呢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宗教是一个原因 研究表明 人们在提出要求时 如果使用通行达理的声调 用因为来讲述理由 就更容易得到积极的反馈 在1970年的一项著名研究中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埃伦兰格和他的同事 做试验询问了在复音机前排队的人 询问是否可以插队 有时他们提出插队要求时会给出一个理由 有时则不会 他发现结果令人吃惊 如果不给出一个理由 60%的人同意插队 如果给出一个理由 会有90%的人同意插队 至于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并不重要 对不起 我有五页要复应 能不能让我插个队 因为我要复应一下 这种理由也能起作用 只要这样说 人们大多能积极配合 在复印插队这样简单的情况下 愚蠢的理由居然也能管用 在更复杂的情况下 你就更可以通过提出与对方宗教相关的理由 来增强你的影响力 在那个信基督教的CEO同意采购我的服务 但爆出一个低价的时候 我可能会回答说 我希望能同意这个价格 但我还要对我的人担负教堂管理责任呢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这不疯狂 而是一条线索 拥抱未知 并不是我们人类的天性 它会让我们感到恐惧 当我们面对未知时 我们会选择忽略 我们会逃跑 或者我们用远离的方式来表明恐惧 在谈判中 这种标注恐惧最常见的表现 就是说出这太疯狂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 我眼里批评了美国人制谈判中的一些做法 我们不与那些被称为恐怖分子的团体谈判 CNN国家安全分析员 记者彼得伯根 对这种不接触政策的理论依据 进行了完美总结 宗教狂热分子对神圣抱有幻想 和他们谈判一般都没有好结果 我们选择的替代方法 是不去理解他们的宗教 狂热和幻想 我们不去进行没有好结果的谈判 而是耸耸肩说 这太疯狂了 但这完全搞错了方向 我们必须理解这些东西 我这样说 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心软的和平主义者 FBI不会雇佣这样的人 而是因为我知道 理解这些东西 是发现对方的弱点和需求 从而获得对他们的影响的最佳方法 除非你和他们对话 否则你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没有人对这太疯狂了是免疫的 你在每次谈判中都能听到它 包括父母教育孩子的时候 议会决议讨论的时候 以及公司里讨价还价的时候 但当我们几乎决定并宣布举手投降时 这太疯狂了 经常是发现扭转局面的 黑天鹅的最佳时机 当我们听到或看到什么荒谬的 疯狂的东西时 一把金钥匙就已经放在了路中间 请前进 逼着自己进入我们开始不敢进入的领域 或选择走另一条路 一条注定要失败的路 告诉自己 谈判无论如何是没有用的 在哈佛商学院教授迪帕克·马尔霍特拉 和马克思H.巴泽曼 共同撰写的伟大著作《谈判天才》一书中 他们对谈判者错误的指责对手疯狂的情况 进行了分析 并指出了其中的普遍原因 我想在这里详细的讲解一下 第一大错误 他们得到了错误的信息 对方经常会根据错误信息采取行动 当人们得到错误信息时 就会做出错误选择 在计算机领域有一个专有名词 无用输入和无用输出 举个例子 马尔霍特拉曾谈到 他的一名学生与前员工发生了争吵 员工声称在被解雇前已经完成了工作 公司欠他13万美元佣金 他就此威胁要进行起诉 这位管理者迷糊不解 于是去找公司的会计查问 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公司账簿混乱不堪 这名员工被开除后仍被在发工资的名单里 查明清楚后 会计肯定地告诉管理者 实际上 这名前员工多拿了公司25000美元 为了避免法律诉讼 这位管理者给前员工打了电话 解释了他所发现的问题 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员工放弃诉讼 他可以不退还25000美元 让他吃惊的是 员工说他还是会去起诉 这名员工的做法显然是非理性的 疯狂的 马尔霍特拉告诉他的雪上 问题并不在于对方疯狂与否 而在于缺少信息和信任 于是 这位管理者找到了外务审计公司 对数字进行了核实 并把结果发给了这名前员工 结果呢 这名前雇员主动放弃了诉讼 这里的关键点是 人们根据不完整的信息 做出的举动 在拥有不同信息的人看来 就是疯狂的 你如果在谈判中遇到这样的人 要做的工作是发现他们的未知 给他们提供信息 第二大错误 他们是受约束的 在任何谈判中 如果你的对手摇摆不定 很可能有些事情他们无法做到 但又不想说出口 这种约束会让心知健全的对手 看上去变得不可理喻 他们可能是因为法律意见 或因为已经做过承诺 甚至因为害怕造成先例 而无法做谋事 或者他们可能只是没有权利来拍板 我的一位客户就遇到了最后一种情况 那时他想把可口可乐作为客户 引入自己的市场营销公司 他和对方谈判了几个月 时间已经拖到了11月份 他非常沮丧 如果无法在年底之前完成谈判 就必须等待可口可乐 制定新一年的预算 而他将失去这个客户 问题是 对方突然不对他做任何反馈了 于是 我们请他给对方发去一封经典邮件 专门对付这种不做反馈的情况 而通常 这封邮件都会起作用 你们是否不打算在今年签约了 然后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可口可乐方面的联系人 并没有回复这封邮件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种情况非常不正常 对方的联系人一直是一个很直爽的人 我们告诉客户 这种情况只说明一个问题 这个家伙已经放弃了在年内达成协议的可能 但他不想承认 有东西使他受到了约束 我们得出这个判断之后 又让客户进行了更深的挖掘 经过一系列的电话和邮件 他找到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了解协议谈判的方法 他发现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那个与协议有关的部门 已经陷入了内部争吵几个星期了 而参加谈判的人 因为内部斗争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 这看起来毫不奇怪 他不愿意承认这个尴尬的事实 这也就是他避而不见的原因 简单地说 他受到了严重的约束 第三大错误 他没有其他的利益 让我们回想威廉·格里芬的案子 也就是第一次有人质 在实现到来时被杀的案子 在现场的FBI探员和警方谈判人员 根本就不知道 绑匪的主要意图 并不是通过谈判 收取赎金释放人质 他只是想被警察杀死 如果他们能发掘出他隐藏的目的 也许就能避免那天发生的悲剧 隐藏的利益 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不易被发现 你的对手经常会用 和他们利益无关的理由 来拒绝你的出价 比如 一位顾客可能会推迟购买你的产品 这样在发票寄到时 审核已经结束 也就能提高他升职的机会 再比如 一名员工 可能在项目进行的中途离职 而且是在发奖金之前 因为他了解到 同事比他工资更高 对于这名员工而言 公平比工资更重要 无论具体是怎样情况 这些人并不是非理性的行动 他们只是根据你不知道的需要和渴望形式 世界在他们眼中符合他们的规则 而你要做的就是将这些黑天鹅曝光 就如我们所见 当你确认对手并不是失去理性 而是信息错误 受到约束 或遵从你所不知道的利益时 那么你能行动的领域 就大大的扩大了 这要求你更高效地进行谈判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争取面谈 如果你不是坐在谈判桌跟前 黑天鹅将非常难以被发现 无论你做多少研究 除非你面对面坐下来 否则总有一些信息是永远无法被发现的 今天许多年轻人几乎做任何事情 都依赖电子邮件 这变成了做事的方法 但通过电子邮件非常难发现黑天鹅 原因很简单 因为即使你用完美的标注和校准问题 把对方从他的立场上击落 邮件也会给他们足够充裕的时间来思考 和重新找到重心 避免透露太多信息 除此之外 邮件不能有语调的效果 无法让你读到对方在反馈中的非语言因素 你还记得7-38-55原则吧 让我们回到客户的那个例子上 他渴望把可口可乐纳入自己的服务范围 于是希望联系人承认自己不再起作用 并介绍有话语权的人来对接 但那个家伙没有理由这样做 因为他仍然幻想自己是重要的 于是我告诉我的客户 把联系人约到可口可乐大楼外进行会谈 你约他吃午餐 你就说 我带你去你最喜欢的牛排馆吧 我们就是聚一聚 不谈生意 这个主意不错吧 无论现在的停顿是因为关系人觉得尴尬 不喜欢我的客户 还是不想再谈 唯一能推动进程的办法只有面对面的沟通 所以我的客户把他约出来吃饭 并保证不谈生意 但实际上不可能不谈 我的客户只是营造了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机会 联系人承认他不是谈判的正确人选 承认他的部门已经一片混乱 他必须把谈判转交给其他人才能让交易达成 他这样做了 这个协议到最后签署花了一年的时间 但他们终于达成了一致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观察不警觉的时刻 当你有机会和对手面对面时 正式的商业会议 安排好的会面和计划中的谈判 都是最难体现真实的一面 因为这些时候人都是警觉的 在对方不警觉的时候 更容易抓到黑天鹅 包括午餐时刻 就像我的客户和可口可乐联系人的午餐 真实交流场合开始之前 或结束之后的短暂休息时间 在一个典型的商务会议中 在最初的几分钟里 在你正式谈生意之前 以及最终结束时 当大家都准备起身离去时 都是能让你更容易了解对方的时机 因为发言者的信条是不能损害自己 你总是在采访的最开始 以及最后得到最好的东西 同时也要在打断谈话 异常交锋 或任何打断正常交流的时候 注意观察你的对手 当有人打破尊卑等级时 人们的脸面就荡然无存了 这时 只要观察谁被打脸 以及其他人的语言和非语言反应 你就可以发现一个金矿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没有意义之时 就是收获的起点 学生经常问我 黑天鹅是不是一种特殊的信息 或一种帮助 我总是回答他们说 黑天鹅可以是任何你不知道 但能造成改变的东西 为了说明白 让我来讲一个我的MBA学生的故事 他在一家华盛顿的私募股权房地产公司实习 当他面对一名尝试上有破绽的人时 他在不经意间 发现了一只巨大的黑天鹅 这在我使用标注方法的这些年里 几乎都没有见过 我的学生辛勤地寻找潜在的投资目标 这时 公司的一位主要人物 要求他研究在南卡罗莱纳州 查尔斯顿市中心的一处多用途房产 他对查尔斯顿的市场没有经验 于是他给这个房产经纪人打电话 询问市场价格 双方讨论了交易和市场后 我的学生和他的老板认为 对方开价430万美元 偏高了45万美元 于是 我的学生给经纪人再次打了电话 讨论价格和下一个步骤 简单地寒暄之后 经纪人问我的学生 怎么看待这个房子 看上去是挺有意思的一处地产 他说 可惜 我们不知道这个市场的基本情况 我想要市中心和国王大街的地产 但我们还有很多疑问 经纪人说他 待在这个市场里已经超过15年了 所以消息灵通 这时我的学生就使用了包含如何 和什么的较软问题 来搜集信息 考察经纪人的能力 太好了 我的学生说 首先 查尔斯顿市是如何受到经济下行影响的 经纪人非常详细地进行了回答 引用了具体例子 说明市场还是发展的 在回答过程中 他向我的学生炫耀了自己的知识 有多么丰富 听起来 我找到了对的人 我的学生说 使用标注的方法 来建立感动身受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 在这类房屋中 预计资本收益率会是多少 通过反复确认 我的学生了解到 所有人都期望收益率达到6%到7% 因为这样的房子 在当地大学生中很受欢迎 因为学生增多 大约有60%的学生需要住在校外 他也了解到 其实理论上 可以在附近买一块地 盖同样的房子 价格也会高得让人望而却顾 在过去的五年里 没有人在这条街上建新楼房 经纪人说 类似的房子光建筑费用 就会高达2500万美元 这座楼房维护得不错 特别是和学生们的其他选择相比 经纪人说 似乎这座楼房在功能上看 更多的是一个庞大宿舍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 容纳许多家庭的大楼 我的学生说 使用标注的方法 来搜集更多的信息 他成功了 对 这样既幸运也不幸 经纪人说 现在的入住率 达到了历史性的100% 是现金牛 但学生们的行为 也和大学生一样 我学生的头脑里 亮起来一盏灯 似乎有些东西 听起来很奇怪 既然是这么好的现金牛 为什么会有人 出售一栋100%入住率 现在富裕城市中 不断扩张的 学校边上的大楼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这都是不理性的 我的学生有些迷惑了 在谈判的思考中 他又准备了一个标注问题 他故意错误标注情况 又使经纪人更正他 从而透露一只黑天鹅 如果他要卖 这么好的一只现金牛 似乎卖主一定 对未来市场的基本情况 有所担忧 他说 好吧 他说 卖主在亚特兰大和萨凡那 还有一些更棘手的房产 因此 他需要先把这处的房产卖掉 来偿还其他贷款 太好了 有了这个信息 我的学生发现了一只 神奇的黑天鹅 卖主正在被 其他约束条件折磨着 而之前 我的学生完全不知道 这个信息 在经纪人谈论 其他房产的时候 我的学生按下了 电话的精英键 立即和他的老板 讨论了价格策略 他迅速同意 给出一个低价建议 一个极端预设点 来探出经纪人的底价 我的学生 选问了经纪人 卖主是否希望尽快达成交易 经纪人做出了 是的回答 于是我的学生 抛出了预设点 我想我们已经了解的够多了 他说 我们愿意付340万美元 好的 经纪人回答说 这比我们的开价 要低许多 但我会把这个价格 告诉卖主 看看他怎么想 当天晚些时候 经纪人给出了一个反建议 卖主说 价格给的太低了 但他还是愿意 以370万美元卖掉 我的学生 差点没从椅子上掉下来 对方的反建议 比自己的目标价还要低 但他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价格 而是冒险地继续价格谈判 期望获得压倒一切的军胜 我的学生进一步行动了 他没有使用不这个字 但表达了否定的意见 这个价格和我们预期的更接近了 他说 但我们无法很好的安排支付 355万以上的资金 后来 我的学生告诉我 他还应该使用标注 或校准问题 来推动经纪人自我竞价 我同意他的看法 但他太惊诧于对方给出的低价 愣愣地进入了传统的老师砍价方法 我只被授权 把价格讲到360万美元 经纪人回答说 清楚地表明了他 并没有上过任何 阿克曼系统的谈判培训课程 不懂得如何使用专业语言 来防止砍价 我学生的老板失忆 360万美元可以 他同意这个价格 我的学生使用了多项谈判术 来帮助他的公司 有效地谈下来一个完美交易 包括使用标注和校准问题 来探知对方所受的约束 最后发现了美丽的黑天鹅 这也归功于我的学生 事先做了大量的功课 准备了标注和问题 在经纪人透露出黑天鹅的时候 他就能立即抓住 当他得知卖主 想从这座房子里 套出现金 为其他房子还贷时 他就意识到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当然 任何时候都还有改进的空间 后来我的学生告诉我 他不应该这么快地杀价 而应该借机讨论一下 其他的房产 他也许还能从卖方的资产库里 找到更多的投资机会 除此之外 他应该更多地营造 感同身受的氛围 用标注和校准问题 比如 你现在觉得 哪里的市场比较困难 来发现更多未知的未知 甚至可能找到机会 与卖主直接见面 但无论如何 干得漂亮 今天 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克服恐惧 学会得到生活之外的所求 人们总体上 害怕冲突 因此他们会规避 恐惧之外的有用的争论 他们声调会升高 变成无法自我控制的人身攻击 关心密切的人 经常避免自己的兴趣 被对方知道 而宽泛地做出保证 以免被认为贪婪或自私 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 变得斤斤计较 然后分道扬镳 我们经常听说 夫妻俩并没有争吵 最后却走向离婚的例子 家庭只是人类从政府到商业所有组织形式中的一个特殊形式 除了个别人 每个人一开始都讨厌谈判 谈判的时候 你的手心会出汗 你的思考会在脑中纠结战斗还是逃跑 我们大部分人的第一自然反应是退缩 认输和逃跑 抛出一个极端预设点的想法太过痛苦 这就是为何在厨房和会议室里 无能者获胜的情况成为常态 但请停下来想一想 我们真的是害怕坐在坐坐对面的人吗 我敢向你保证 除了极个别例外 他是不会冲过来揍你的 我们不会 我们出汗的手心只是心理恐惧的一种表现 而一些触发快乐感的神经元感到烧灼 是因为一些更基础的因素 我们有着与生俱来的 与部落其他成员待在一起的渴望 因此不是坐在谈判桌对面的那个人吓到了你 而是冲突本身吓到了你 如果这本书只能达到一个目的 我希望让你克服对冲突的恐惧 激励你用同理心来驾驭冲突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做什么都能成功的人 一个成功的谈判者 成功的经理 成功的丈夫或妻子 你就必须这样做 你要忽视那个呼吁你放弃的小精灵 阔步前进 和其他让你奔跑和呼喊的小精灵一起前进 你要去拥抱正常的 深思过的冲突 作为高效谈判的基础 也作为生活的基础 请记住我们全书强调的重点是 敌对只是一种形式 而你在冲突中遇到的那个人 才是你的伙伴 无数研究表明 人与人之间基于目标的诚恳和诚实的冲突 实际上能有助于以合作的方式推进问题解决的进程 技术高超的谈判者是利用冲突的天才 以此维护谈判势头 同时也避免陷入人身攻击 请记住 强力推动你坚信的东西 并不是自私的表现 也不是视强凌弱 它会帮助到你 你大脑中的性人体 是处理恐惧的部分 它想要说服你放弃和逃跑 因为对方是对的 你太残忍了 但如果你是一个诚实 优雅的人 追寻合理的结果 你就能忽略性人体 给你带来的这些干扰 根据本书里 教授的谈判风格 掌控信息 积极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你就能努力发掘价值和时间 不要用蛮力 或羞辱的方式和人谈判 当你提出校准问题时 是的 你在引导对手向你的目标前进 但是 你同时也在引导他们 检验和说出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为什么想要 以及如何达到目标 你对他们的创造力提出了要求 于是推动他们 走向合作性的解决方案 当我买下红色的丰田 For Render车之后 我无意让销售员感到了沮丧 因为我给他的价格 是他不喜欢的 但我帮他完成了销售数量任务 毫无疑问的是 我付给经销商的钱 比他们付给丰田的要多 如果我一味坚持要得到完全的胜利 以达到羞辱对方的目的 那么我就只能去偷一辆车了 所以 我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 会给你留下一个要求 无论在办公室里 还是在家庭餐桌旁 都不要回避那些真诚的 清楚的冲突 它将让你得到汽车最好的售价 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捐赠 它还将给你带来婚姻 友谊和家庭 一个人想要成为杰出的谈判者 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只有通过清楚的 有同情心的倾听 述缩才能实现 还要通过有尊严的敬畏方式 来对待他人和自己 最重要的是 要诚实地对待你想要什么 你能做什么 以及你不能做什么 每一场谈判 每一次对话 和每一个生活的瞬间 都是如此 去拥抱他们吧 今天我们共读掌控谈话的第十章 学习要点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能扼杀我们和我们的交易 但发现未知 却能完全扭转谈判进程 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成功 找到黑天鹅 这些强大的未知的未知情况 这是极其困难的 但是 未知的最简单的原因 是我们不知道该问怎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知道宝藏是什么 所以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挖掘 以下是一些发现 并探索黑天鹅的最佳技术 请记住 你的对手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信息有多重要 甚至不知道自己不该透露这些信息 因此 请持续推进 试探和搜集信息 第一点 让你所知的情况 引导你前进 但不要遮住你的双眼 每一个案子都是全新的 因此 请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 请记住戈里芬制造的银行危机 在他之前 没有一个绑匪 在实现到来之际杀死人质 第二点 黑天鹅是杠杆被增弃 请记住三种类型的杠杆 正面的 能让人得到所求的能力 负面的 伤害他人的能力 和标准的 用对方的标准来引导他们 第三点 努力理解对方的宗教 深入发掘内在世界观 这些世界观 意味着谈判座之外的渐进防线 并渗透到对方的生活 情感的方方面面 这就是黑天鹅生活的地方 第四点 回顾你从对手那里听到的所有信息 你不会在第一次就听全所有信息 因此 请做二次确认 与团队同事 核对笔记 安排额外监听者 在电话线上收听 他会听到你忽视的信息 第五点 探索相似性原则 人们更适应 一个与和自己文化相近的人沟通 所以挖掘他们的关注点 向他们显示你和他们的共同立场 第六点 当某人看上去不理智 或疯狂的时候 他们很有可能并不是真的如此 面对各种情况 寻找可能存在的约束 隐藏的渴望和错误信息 这些都会导致上述现象 第七点 和对手面对面 十分钟的面谈 常常比许多天的研究 更能透露出东西 请特别关注对方 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的语言 和非语言交流 特别是在谈判开始 或结束的时候 以及跑题时说出的话 或许多天的研究